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两种比较含铁丰富的菜 一个是牛肉 第二个是菠菜 放点盐在水里面洗干净 来消毒 山椒 这个八角是拿来调味的 我们还放一些桂皮 不是拿水洗一下 现在我全部把它放进去 放到肉里面去煮 跟肉一起煮 生姜和大蒜 出一些肉里面的腥味和沙芸 女人怀孕的时候都吃点菠菜 或者是平时吃点菠菜比较有力气 然后头晕头痛的时候吃点菠菜也是很好的 菠菜是很好的 维生素含铁丰富 然后含维生素吸引 然后给它调一下颜色 然后给它味道更鲜美一些 大蒜 大蒜可以杀菌 也可以姜长和水 大会煮肉的时候 我又拿这三样东西放进去 OK 现在再等一下 我要看我的水快煮干了吗 那样的五分钟 五分钟 闭着野菜 五分钟 这需要电饭 time 要拿这部蘑菇 木鱼 水 进去 小火 水 OK我们煮菜不要放太多油 其实一勺油就够了 因为每个人每天吃油只有25克 那么一勺就是应该是有10克 油不要烧太久 现在就可以了有点热就可以了 一点点醋进去 胡萝卜焖两片就 放大蒜和洋葱 今天我的炒锅有点小了 下次我会买一口大的炒锅来 大蒜是天然的抗生素 含丰富的文素BCE 降血压降胆固醇 洋葱也是降胆固醇的防肥胖 炒锅固醇的形成 和肉一起煮的话可以平衡肥肥 然后吃的也不会长胖 我们现在来把牛肉放进去 炒大蒜和洋葱炒香之后把牛肉放进去了 牛肉含丰富的蛋白质 是瓶血和健体两位冬天使用这家 我的家人都很会煮菜的 一般的都是跟香港姐姐学煮菜 因为香港菜也是很美味的 OK 我们现在放一点炒牛肉的调料 这个去Costco可以买到的 它里面有盐的 我们刚才是没有放盐的 那么我们也不要放的太多了 可以用杂尔来晾一下 这里面有盐的不要放太多 然后根据自己的喜好可以放一点 然后这个胡椒粉去放一点 最好是在菜熟的时候放 这样的菜的营养不会丢失 不要太早的放 营养会容易失败 我们主要注重营养丰富 吃的健康 然后营养不会容易丢失 看 哇 闻起来很香 色香味都很好 嗯 嗯 美吧 现在来捞一点菠菜 放点大蒜 OK 我们捞菠菜的时候 我们要放点盐进去 菜子不会变颜色 然后我们放点油 油也不要放太多了 这一次我们可以放半小油 啊 我的晚餐快要煮好了 很简单吧 要的朋友跟我一起来修煮菜吗 很开心呢 相信你们也是煮菜煮得很美味的 哦 亲爱的朋友们 这两个菜是非常简单的 而且很工夫的铁 现在已经煮好了 我们花的时间也是很短 我们 emptiness 我们来收我们看一下 我们开队啦 enza 啦 好